這個病人他主要長在胰尾的地方 那胰尾手術 胰尾的腫瘤 他有一個特別的特點 因為胰尾有剛剛提到說 這個胰尾的地方剛好跟脾障相遠 所以說我們就會牽涉到說 那脾障到底要不要保留的問題 假如說腫瘤他直接侵犯到這個脾障的話 或者是有看到脾障的皮門地方的淋巴管 那基本上應該是 這個就不用討論 你就必須要把脾障拿掉 所以不是說每個病人都適合把脾障保留 半年前才剛接受過這個 攝護腺的一個手術 那攝護腺手術完之後 那身體狀況恢復還沒有很理想 但是又意外發現一個胰臟尾的一個腫瘤 那這個胰臟尾的腫瘤 就是必須要去做處理 那因為考量他身體的關係 體力恢復還沒有完全 那又要能夠解決他的問題 所以我們後來選擇做一個 達文西機械人手術 來做一個治療這樣子 那 第二點是我們在手術中 不只把這個腫瘤能夠完善的處理掉 然後出血量也少之外 我們在手術中可以很精準的 藉由這個達文西手術的優勢 去把這個血管很好的保留下來 讓他脾障能夠維持他的正常的血液循環 跟他的後續的功能 那因為胰臟尾部跟脾障本身是相連非常接近的 那一般我們在開這種手術 在傳統上來講 常常就是脾障跟脾障的尾部一起就下來了 那這樣子當然會造成一些病人的一些影響 包括像說他免疫能力會比較差 包括他的這個代謝血球的這個功能也會比較差 但是藉由這樣子一個手術的施行的話 我們脾障功能可以很好的保存 而且把腫瘤完整拿下來 那病人恢復也相當的不錯 所以對一個年紀大 那身體狀況不是很理想的 我們用一個非常精準的一個手術的工具 然後得到一個很好的治療效果 這個是我們之所以要跟大家介紹 這樣子一個病患的一個原由這樣子 這是個好事情 因為一般達文西手術它 那一般我們的微創手術就分兩大類嘛 一個就是傳統的腹腔鏡手術 跟現在比較新的這種高階型的 所謂的達文西機器人手術 那以往因為這個費用非常昂貴的關係 所以說有很多明明知道說 這個真的是不錯 例如像這樣的一個case 以往我們用腹腔鏡來做這樣的手術 它要保留脾障當然也是有辦法做到 但是困難度非常高 有時候在開刀中很容易會造成出血很難控制 然後到後來不得不把脾障拿掉 但是剛好這個健保局有這樣一個美意 讓我們有機會給病人這樣子的一個補助 那當然只有手術費用的補助 一些手術的耗材 可能還是要病人要支付一些費用這樣子 但是基本上還是給病人 已經少掉很多負擔了 那藉由這樣的幫助 可以讓病人得到更大的一個獲益這樣子 這就是我有去做 然後再做了 然後再做了 再做了 再做了 電腦斷層 電腦斷層 那它發現到 發現到 這個胰臟瘤 然後手術 跟葉醫師手術 那你那時候怎麼想要用 那想要用 那想要用台灣師的開刀 你怎麼沒有用傳統手術 那當然是 那比較安全 那比較 那比較 比較先進 比較先進 要回合更快 那手術之後 你回合的狀況 你覺得怎麼樣 回合是 我們差不多斷層斷 一個禮拜比較多一點 那是 我斷層中間 我失眠 我沒吃過 那一禮拜沒睡 沒睡 對 那不然其實還好啦 對啦 那就是 為了沒睡 那這樣 人都 悲悲啦 那不然手術 還可以 沒睡 這比較嚴重 沒睡 比較嚴重 手術部分 回合是平平 很快就可以開始吃東西 對啦 那所以你覺得你這 手術之後 拿來有疏很多 拿去 手術沒有疼 手術的疼 我感覺是 做 去做 做什麼 館 館 他做 理性 給我 做好館 可能會有館 館 所以人 都 都 沒力 他說 要把這個 我的男性 烘烘 他說 不會 頭 要不會 漂亮 沒有做男性 還要把他做 努力 做 努力 現在 讓努力 療法 對啊 不過那是 要讓孫子的問題 這不是跟我們開刀 比較不關的 對 連續 手術兩次 人 就 比較適合 現在就媽媽 再回合 這樣就對了 對啊 回合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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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有什麼朋友 如果說那年會 太大 如果真的有需要 手術的時候 你敢會建議 他用這個 機器人手術 因為如果說 經濟負擔會 蓋會 應該是 要手術才好 要手術 因為這個東西 你放得久 就變得默了 對啊 對 達文試比較快 比較快 好啊 你技術才好 真親切 哈哈 哈哈 他的 他在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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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